這個禮拜的財庫到底會怎麼走啊 是該擔心已經漲太兇了嗎 還是如同大家所預期的 其實不用怕 因為很多新的ETF的資金會湧進來 因此資金行情還會是風風火火的嗎 首先我們用句投名狀的話 就是不要怕繼續衝 概念上是這樣 為什麼呢 其實當然 我覺得先從老大老二老三來看一下 我覺得第一個台積電今天其實當然出席 這沒有問題 如果還原來看的話 我們要注意的點 它的價位是什麼 3月6號跟3月7號的那個跳空缺口 因為那個缺口的上緣的位置大概在 現在還原全值之後 大概在750.5 750.5 所以後面這一段時間有沒有跌破 那個上禮拜五 最低來到749.5 所以差個一塊錢 所以算是在誤差範圍 那一個缺口的下緣的位置大概在 347.5左右 所以這個位階 如果這個缺口沒有補的話 那我們用缺口理論的角度來看 這就是那個突破缺口 或者是逃逸缺口 因為如果前面那個過年那個算突破的話 所以這個缺口沒有回補的話 基本上台積電仍然是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那你說如果補了怎麼辦 不論就是整個格局就會進入到震盪整理的走勢了 然後這個地方當然就是 你說台股要繼續向上挑戰 沒有權王的帶領就會相對的比較累一點 這是一個角度 然後再來我們看鴻海 鴻海當然了 這個這一段時間 其實之前我們在連線的時候就是跌到94塊那一次 後面幾天我們就說可以買了嘛 我們現在又暴漲對不對 那這裡狂漲了一段之後 其實我覺得整個走勢當然就是偏強 這沒有問題 然後他又回到了那個 那個第二名的位置 就市值第二大的位置 那另外那個聯發科 在這一段時間稍微做個整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上禮拜五回到月線附近 然後今天也是守在月線之上 所以客觀人來講 這幾檔 一開始今年以來是台積電先動 然後聯發科先動 鴻海一直趴在地上 然後最近鴻海撐上來之後 聯發科稍微回檔 那回檔看起來也有撐 然後台積電進入一個 算是短線整理的格局 但是他一個重要的那個位階 重要的缺口 也都沒有跌破 所以客觀來講 這三檔表現都還不錯 客觀講真的確實就是這樣 然後其他的部分 你說包含像全職 有佔全職的像月光投控 他在這一波上禮拜稍微跌破十日線 今天又收復十日線無日線的位置 所以看起來封測這一組 其實也是偏強勢 那其中當然你說包含像 什麼6451的訊息 今天也長蠻多的 前面那一波稍微一段時間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慢慢拉回 但是回到了之前的整理平台 看起來好像也是有撐的一個感覺 然後再來像華泰 也是過去一個月相對比較疲弱的 今天反而到了低檔的位置 忽然就拉一根長紅 目前是漲了7.85% 其他的包含什麼台信科等等的 這些看起來也都是維持一些強勢的格局 所以整體來看我會覺得 倒是先不用太擔心 然後再來幾個角度 像那個3037的新星 今天居然忽然就大拉 這個地方也是蠻有趣的 因為確實基本面上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消息 但是今天就是 就怎麼樣就拉給你看 就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其他的你說包含 那個APF三雄裡面 你說包含南電 也是在低檔 看起來好像也有機會要反攻的感覺 甚至包含像景碩 上禮拜是破底 今天又一根長紅 會不會是破底般的格局 那當然這一組 我並不是說要推薦 我只是說 在觀察盤勢的時候 這一部分會讓我們覺得說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因為他們好像過去都比較 不受到市場的青睞 但是為什麼這裡忽然又來一個反攻 那就變得是說 我們就要回過頭來思考資金的邏輯 其實過去一兩個禮拜 其實我們就會發現有這樣的現象是什麼 就是當資金在做一個輪動的時候 他不知道要追什麼 因為一大堆的強力要命 什麼像散熱 什麼雙紅旗紅都強力要命 你敢追嗎 對不對 你也不敢 你怎麼辦 那不然就買一點低位階的好了 前幾禮拜就發覺有這樣的現象 甚至像包含什麼 像3479 安晴 之前我們是高檔賣掉 回來我真的是忘記去把它接回來 有點可惜 但是你看 他來到相對低位階的時候 就忽然就好像真的就慢慢就上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看起來資金是有這樣的一個效應 就是你真的是不敢接高檔的時候 那我就回頭去買一些低檔低位階的個股 那這個角度給我們一個思考就是說 那其實整個盤勢 應該說整個資金 就其實就還是在市場內流動 那當然再回到上禮拜五 其實上禮拜五的那個尾盤 是台積電忽然灌壓下來 那也包含像什麼 像那個金融族群 上禮拜好像也是稍微比較疲弱一點 那今天也是下跌 所以今天看起來也是相對疲弱 所以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我們在跟大家講的時候 我就說台積電要弱 其他的股票才會動 那包含像金融股 要稍微把錢退出來 那其他的股票就會動 所以你看上禮拜五 尾盤就有這樣的一個徵兆 今天是不是很多股票就開始 忽然就好像忽然就有利起來了 其實不是有利 就是有錢嘛 有錢來推動了嘛 所以這個地方是重要一個概念 那另外我們再帶大家看一些重要的股票 其實當然我覺得最好還是 那個IP的這個族群 真的是能夠做一個反攻嘛 因為他們是有一定的指標性嘛 如果他們真的能夠帶領反攻的話 我覺得對於電子股的氣勢就會更好 但是今天來看 雖然四星KY好像稍微有點止跌 然後創意也有點止跌 就是上禮拜的一根 那個長黑嘛 長黑來到1315的位置之後 過去幾天 一直都沒有跌破了 一直都沒有跌破了 那包含像智元 也是上禮拜來到339.5的位置 這兩天也都沒有跌破了 然後另外 六四三的M31 上禮拜五還一根黑K大跌 然後今天破底稍微又站上來 但是目前它是20分鐘戳一盤了 所以它流動性比較差 我們就看看就好 所以這一組我覺得重要的是什麼 就他們能不能真的 第一個先站穩 然後站穩之後有沒有機會做一個反攻 我覺得這是一個電子股的觀察的重點 但是我們再延續過來 其實當然上禮拜 大家最瘋狂的話題就是什麼 就是00940嘛 對不對 你說包含像什麼那個押房子啊 解定存啊 甚至那個出家人啊 這些都來買對不對 那當然買完現在還沒看到數字啦 不過應該市場估大概應該2000億大概跑不掉 對不對 那重要的就是這個禮拜到下個禮拜 我覺得這兩週00940大概就要開始進場布局 所以我們也是非常掌握時事 這個週末我就幫大家整理了高值率的清單 因為00940它的規則 就是全值前300大嘛 然後裡面選擇比較高值率的標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什麼巴菲特指標啊 這種就是比較行銷話術啦 必須這樣講 但是其實我在整理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就發覺 其實台股真的前300大的全值股 裡面真的有很多是不錯的公司 不錯的股票 所以我們也是套句巴菲特的話嘛 就是買股票其實就是買公司 那你怎麼樣選到一些真的是相對穩定 然後的公司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花很多時間跟大家分享的一個話題 但是OK 那我們回到重點就是說 00940今天開始要進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高值利率的族群 確實是可以關注的 那這個地方 因為你說2000億 對於台股來講 台股的規模 市值規模大概在64兆 你說2000億丟進來 坦白說很多人說 哇 EDF 之亂啊 怎麼樣多嚴重多嚴重 我覺得還好啊 你就64兆跟2000億來比嘛 對不對 那事實上我那時候上禮拜我們還算了一下 前七大的ETF 就是目前以上市的前七大ETF 其實佔整個市值 整個市值大概大概一兆多嘛 所以對於台股來講的話 大概兩兆啦 對於台股來講的話 大概也差不多1.8%左右 還不到2% 所以其實大家不用太擔心說 哇這會為什麼陽群效應 我覺得倒不至於 那反而我們要思考的點 就是假設新聞講的是正確的 就是真的有人是押房子來買啊 幹嘛幹嘛的 其實我還加入了那個00940的製救會 我想說進去臥底看看 真的 就看有些人就說啊 什麼什麼我爺爺要買啊 我說把我所有財產全部都買00940 要給孫子好的生活 什麼東西的 這是不是反正我真的不知道 我無法分辨啦 但是假設啦 假設新聞講的是真的 就是說真的押房子來買 其實上禮拜我就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說如果是押房子來買的話 那這些資金原本在哪裡 原本就不在股市嘛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概念嘛 那如果原本不是在股市的錢 是從外面轉進股市的錢 那對股市是好事還是壞事 這就不用講了嘛 這就是基礎的簡單的邏輯問題 所以客觀來講我會認為 00940這邊 這禮拜開始進場 其實你說高質疑的族群確實值得關注 那另外回過頭來就是我講的 其實我們看完這些的股票之後 我們就發覺其實台灣有很多真的是相對 我覺得表現公司真的是不錯的公司 所以接下來陸陸續續 我們也希望說帶大家做一些真的是長線的投資 因為週末我也跟那個 Line上面的好朋友們 就跟大家分享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多看一些中長線的投資 不要每次跟我講完都說 老師我是長線投資 然後下一集就問我說 老師那你可不可以報一支 明天會漲的股票 大家不要這樣 就是我慢慢的 跟大家分享一些真的操作的經驗 那另外我們再回到電子族群來看 你說真的會弱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 為什麼 你說像包含像我們的老朋友 旺系 今天又忽然又大漲 對不對 也不算大漲 因為漲4.48% 對我們來講 我是沒有亮燈 我都覺得 做什麼股票對不對 很丟臉 那當然 像你說這個地方 它前面稍微跌破了月線 今天又忽然又站回來 對不對 那看起來 這一組還是維持強勢 甚至你說包含像今天的整個那個設備的族群 那當然像那個2404的漢堂 漢堂我們是一月一月多 一月中 大概上半旬 上半旬左右的時候 我們就進場 然後這一波我們在407塊出掉 哇也是大賺了大概快五成了 那這邊今天也忽然 連兩天跌停之後 今天忽然又拉一根漲停 不過當然我們已經出在高漲了 我們也沒有說要回頭再來接 OK 但是我們從這邊來看的話 第一個漢堂他出來 鼓勵政策出來 他是要配21塊 所以整個計算起來 其實他在整個比例的排行上面 還是非常前面 還是第一名 就目前為止 那當然後續陸陸續續 這23年的鼓勵政策 都公開之後 我們就陸陸續再更新資料 OK 所以回到漢堂 他今天還是維持一個強勢 又拉一個漲停的格局 那你說包含像設備的族群 其實看起來你說 什麼至聖 君豪 新雲 紅碩 這些都黨黨有貨 對不對 都很強 你說8091的湘民 也是 早上以攻到掌停板 當然我們的3413的金頂 是稍微 稍微比較疲弱一點 但是畢竟我們報上來這邊 也是大賺30%了 OK 所以更換來講 你看 從台積電 這個全職三王之後 往下來看 包含封測的族群 不錯 然後ABF也是低檔反攻 然後你說包含設備 這些大概都是半導體相關的類別 其實他們的表現都非常的強勢 所以你說是不是要很擔心說 大盤會不會2萬點又過不去 變成是2萬是天險 我覺得看起來 這個氣氛好像不太至於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點 然後再來 其實也包含像什麼 像那個電機機械 TSE 大概那個15類的 這個電機類的個股 也是非常強 對不對 你說今天像1503的試電 哇拉拉掌停板 對不對 然後1513什麼的 這一組看起來好像也都是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所以你在電子類的 電子類的不錯 然後電機類的也不錯 所以你說真的一些比較強勢的個股 其實我覺得表現都還不錯 所以客觀來講我覺得 這一個禮拜 你說要再挑戰一次2萬點 我覺得我也不太會意外 客觀講是這樣 然後再來我們帶一些 放含像散熱的族群 你看散熱 其實我們在上個禮拜 剛好在3月13號 那一天我在有台節目 就說要小心就送跟跌停 然後跌停3月14號 我就說其實也不用太緊張了 你就看月線 這邊能不能守住 對不對 結果月線是隔天跌破 馬上又暫毀 所以看起來散熱這一組 其實也是在高漲震盪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了 今天晚上是那個輝達的GTC大會 那會不會公布一些新的 因為包含 你說真的進入到什麼500瓦以上 你說那個氣冷可能就 就就就就效能就不太好 那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冷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你看 雙紅真的就是維持強勢 上禮拜點到十日線 那天還跌停 跌停 點到十日線馬上又拉上去 又再站回五日線 然後變成一個小跌2.22% 所以盤中這個震盪 確實非常大 但是你看這兩天 又持續的守住五日線 所以客觀來講 這一組 其實都是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那是不是也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AI的部分 其實看起來 還是在一個讓頭上 我覺得就目前的盤式的觀察 大概會給大家這樣的一個 看法跟建議 今天很多表現強勢的 但是貨櫃三雄 今天相對弱勢 尤其是長榮 今天續跌 外資已經連三賣了 上個禮拜出貨3.6萬張 但是千張大戶的持股比例 還是有六成以上 是不是比較不怕風大浪大 像是日月光投扣跟市電 也都是大戶持股比例 都有六成以上的 這個展哥怎麼看 其實長榮的部分 其實上禮拜我在猶太也是特別講 那一天是哪一天 我忽然有點忘記了 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 等我看一下 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3月14號 3月14號那一天 為什麼是那一天呢 其實就是我們把漢堂出掉的那一天 所以那一天我就說 其實這一組裡面 我覺得 因為 為什麼會講到長榮 因為00939 00940 都是一副白開正式 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就是要買長榮 這樣的感覺 但是你看 那時候我就說 其實我對這個 並不是特別看好 那你說是不是就跌下來了 真的就是這樣 那你說千張大戶的持股的話 我必須講 這個地方 我就覺得 可能會不會是怎麼樣 就是 就會不會是家族的人 這個地方 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們家族本來就是比較 比較 就是大戶 這沒什麼好疑慮的 所以你 來相對比較的話 我們就會發覺 你在陽明 萬海 近期的千張大戶 其實是持續的下降 然後長榮反而是千張大戶 持續的上升 這個代表一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真的 因為長榮畢竟 你說他的家族 說富可敵國 其實應該也不誇張 看是什麼國 那你說 這個地方 會不會說他們反而是 趁 就是持續的增加持股 我覺得這可能是這樣 因為同族群 你看陽明萬海 其實就沒有這樣的現象 甚至他們的股價 還是持續在破敵 所以客觀來講 如果從市場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個人其實我會比較保守 我講實在話 我是這樣想 因為其實你看像 到底那個 你說00940 會不會買長榮 這個其實我也是掛一個問號 因為他說 你要走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要加上什麼 自由現金流量 加一些什麼什麼 什麼財務指標 等等等等 他是不是就是默默的暗示一件事情 就是 不穩定的公司 我可能不會投 我自己這樣想 我自己 這個是我自己的猜測 但是當然這個地方我覺得 我們在選股的時候 我們也不見得是一副就是 我們就是要來佔你便宜的 也不是這樣想 但是我們可以從他的選股邏輯中間 去找尋到一些 我們覺得也符合我們的思維的一些 操作的方法 就像當初的2404的漢堂 其實我覺得概念上其實是這樣 那甚至上禮拜我還介紹什麼 甚至像什麼 1216的統一 對 所以這個地方 我覺得其實在高職域的前提底下 我們還是可以搭配一些 我們自己的一些選股的 一些操作的思維 來做選股的一些參考 那當然你說你完全不選股不選實的 那你就去買ETF 如果你有一點點能力 甚至你有一點點時間 可以來聽我們解盤的 那其實我覺得 有買一些中長線的股票 我真的就買來放著 我覺得這個大概也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投資思維 給大家做個參考